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抚前为目视 往前为去视 去本意是小步走 目视 目视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按照道理说呀 我主动向前 这叫贪目全视 往前 如果是大王主动向前 这叫什么呀 去视就是我们今天说的理贤下视 我往前走一步 那叫什么呀 贪目全视 而大王往前走一步 这叫理贤下视 欲处始为目视 不如始王为去视 这话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与其让我落个贪目 贪恋全视的恶名 倒不如让大王得到理贤下视的什么呀 美名 当然他说这个呢 也有道理 但是齐宣王心里还是很不开心 王愤然作色悦 你看生气了 齐宣王气得都变了脸色 然后愤愤不平的说什么呢 王者贵乎 士者贵乎 到底是大王尊贵呢 还是士尊贵呢 然后接着这个言处对约 言处对约 士贵而 王者不贵 这句话是明显的什么 明显的顶撞 明显的顶撞 一个大臣顶撞自己的国君 回答说 自然是士尊贵 王大王根本不尊贵 王约 有说乎 有这种道理吗 你说说看 有这种道理吗 处约说有 有这种道理 开始讲道理了 西者秦攻齐 秦国攻打齐国 令约 有令 有敢去柳夏季拢 五十步 而敲 而敲财者 死不赦 柳夏季 柳夏季指的是 鲁国那个 鲁国那个大臣啊 这个拢呢 是他的坟墓 这句话什么意思 如果有人敢在 离柳夏会的坟墓 五十步以内的地方 敲财 就是打财 这死不赦 就要处于死刑 不于赦免 这是下的第一条命令 表示了 秦国呢 对这个 鲁国这个大臣的尊敬啊 然后另约 又下了另外一条命令 有能得齐王头者 封万户侯 赐金千亿 这句话意思 又下了第二道命令 如果有人能够 得到齐王的头鲁 就封他万户侯 赏金一千亿 由是观之 就是由此看来 先王之头 曾不若 死士之龙也 一个活着的君王的头 连一个死去的贤士的坟墓都不如呢 坟墓都不如呢 讲了这番道理 接着 宣王曰 宣王七 宣王七的话 叹了一口气 说 截乎 君子焉可 乌仔 乌呢 就是侮辱 对君子怎么可以侮辱呢 寡人自取病 自取病 就是自讨没趣的意思 就是看来我们不能侮辱君子啊 呃 然后是寡人自讨没趣 愿请受为弟子 我情愿做 情愿请你收我做弟子 且 颜先生与寡人游 食必太劳 出必胜车 妻子 衣服力度 衣服力度 这什么意思呢 颜先生如果能跟我一起做事 游就是一起做事 食必太劳 吃的必是上等的饭菜 外出 出必胜车 外出必定给你配车 呈 有车辆 妻子和孩子 这是两个词啊 妻子和孩子都能穿上 衣服力度 力度呢就是华丽的衣服 都能穿上华丽的衣服 就是让你过上富贵的生活 言处辞去 言处怎么样 听了之后便告辞了 说我不去做你的官 说了一段话叫 夫 欲生于山 智则破岩 每欲啊都是生在山上的 但是一丁雕琢 谱呢就被弄破了 智呢就是雕琢 一雕琢呢 他就破掉了 非福宝贵也 那么呢 呃做成器物 并不是最宝贵的 而且他已经然太朴不完 这个太朴不完呢 就是也失掉了他自己 作为朴的一种本色 就是这个 玉石了 他做了个比喻啊 世生于毕也 毕也就是娇严 那么世生呢 生在穷乡僻壤 推选则禄也 禄就是奉禄呢 一经受到举荐 就能拿到一份奉禄 然后呢 接着非不得尊随也 尊随尊贵 随呢是指显达啊 显达 然后呢 如果得到俸禄 有了爵位 并不是不尊贵显达 然而行神不全 虽然已经尊贵选达了 但是以行神之外 已经不全了 处愿得归 我言处呢 愿意回家啊 回家隐居啊 晚时已当肉 晚时已当肉啊 已当肉 就是晚晚一点吃饭 全当吃肉 因为你晚时吃的晚的话 就是你在饥饿状态 你吃什么都是香的 所以这样讲 说晚一点吃饭 全当吃肉 安不宜当车 安不宜当车呢 就是安闲步行 全当乘车了 全当乘车 所以安不当车呢 这个后来成了一个 很著名的成语 然后成语很多人呢 把这个安字写错啊 安不当车 无罪已当贵 那么不犯枉法啊 不侵犯法治 全当什么呀 富贵 清净清净真正以自愚 自愚呢 就是自愚自乐的愚 就是自己开心啊 自愚自乐的愚啊 自己开心 清这个清净真正是啥意思呢 清净是指清心寡欲 然后呢 真正是指的什么呢 节操啊 自主要是节操 节操要纯正啊 来娱乐自己 来让自己高兴 则再败而辞去 然后他行了两个 行了两败 就就就辞别而去了 君子曰 君子说什么呢 处知足矣 言处啊 算得上是一个什么呀 知足的人了啊 归真反普 这个反是通返回的反啊 归真反普 就是归于自然 反于淳朴啊 归于真就是自然 归于自然 反于淳朴 则终身不辱 那么终身就不会受到什么呀 屈辱啊 我们从这里边可以看到啊 一个奇宣网 一个言处的这个对话 一般在春秋战国时期呢 他有个阶层叫士阶层 像言处都属于士的阶层 这个阶层呢 一般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 这种知识分子 但是也有一些呢 不愿意为 为这个统治阶级效劳的人 比如说这个言处 他就是个不愿效劳的人 这种人呢 一般都自命清高 不畏权威 不慕富贵 他们主要是 我们后来称他为什么 淫者 你像苏秦就不一样 苏秦他是一个 希望得到权势的 这么一个一个人啊 他不能算是淫者 所以说通过言处呢 通齐王论述 关于士贵的对话呢 表现了之 言处这个人呢 不畏权势 不慕名利 然后坚持不以本质的 这样的一个品德 非常洁身自好 非常洁身自好 所以你看到他的整个对话 哪怕是国王站在他的面前 然后他都是不悲不亢 不悲不亢 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个隐士 了不起的隐士 但是我觉得值得注意的是 当时他虽然把齐宣王弄得很生气 但是齐宣王就没有杀他 按照当时齐宣王的权力来讲 杀一个杀一个是吗 是个很简单的事情 但是你看我们在整个春秋战国时代 很少 很少试或者是测试 是因为说话被杀死的 很少 他其实也体现了某种意义上 体现了这个对当时知识分子的一种尊重 好 这篇文章我们就讲到这里